新手小白挑选翡翠的五要素您知道吗 首先呢是总水 俗话说内谈看总啊 外行是看色的 总水呢是外行人士啊 挑选翡翠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讲一件翡翠的好怪 重点呢在于它的出身 也就是说它的总是否够好 总好的翡翠呢 价值也是够高的 翡翠的总呢主要分为 玻璃总 高冰总 正冰总 诺化总 诺总 以及豆种等等 其次呢是颜色 翡翠是一种矿物质的集合体验 成分的差异啊造成颜色的不同 常见的是黄 红 绿 紫 同样的总水呢 绿色的翡翠价值是最高的 但总水很好的红色或者紫罗兰 甚至无色的优质翡翠呢 也是十分的难得 翡翠的颜色越浓郁越鲜艳 翡翠的品质就会越高 第三呢是工艺 俗话说的好呀 玉不脱不成细 工艺的水平 对翡翠成品的价值影响也很关键 比如界面 应考虑形状比例的协调性 是否饱满大方 如果是名师雕刻的作品呢 雕工的价值就可能高于料的价值 玉雕行业呢有一句话叫三分的料七分的工 说明雕工的显著地位 第四呢进度 翡翠呢不会通透无瑕 里面也会有天然的绵续色根等等 这也是翡翠的天然特性之一 但是一件翡翠中尽可能的少有 柳裂白棉黑斑等杂质 杂质越少 进度就越高 椅子也就越好 最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款式 翡翠的款式总比较多样化 但最常见的就是界面手镯 其次就是挂件 筑筛等等 手把件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新手小白的你会挑选翡翠的吗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留言哦 我是小小 笔心